Java里面像Enjoy上学 上学期有学过同学应该有印象吗 我们建构词里面还可以再传 一个参数给这个类别 他会再做一些处理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传参数 这个关键字也是New 你会发现物件导向里面的语言很喜欢用New New的话就是 我要在记忆体空间里面开一个空间放这个物件 存放什么存放一些资料New了之后呢 这个物件才可以被使用 这有点像我产生一个模具吗 类别一个模具 那New的话就是好那个机器打开真的去做出一个东西出来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要怎么样把结果输出 我用最简单respond.right 后面的话叫姓名 那姓名你会发现的 网点name 那网点name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我就产生了一个这个东西的 那点name里面呢各位有没有印象 在这个 这个这个类别里面 有一个name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点下去之后会有点name 点name是存取什么 存取这个name 那因为呢这里的话我有一个预设值name叫王小明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 重新指定的话他就会把王小明给掉过来了OK 那其他的话也是一样 点name的话 而且特别注意你将来在点王 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也会怎么样呢 秀出里面的 这一个name出来 你直接用选的也可以 那特别注意 在这里面的话实际上呢 会只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属性 一种是方法 所以其实 物件导向里面呢 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 属性 属性的话实际上就是 在类别里面你制定的那个变数名称 就是他的属性 然后呢如果要执行什么事 执行什么样的动作 就会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也是在 这个类别里面呢 已经创建好 那不过我们这个students里面呢 没有 方法 所以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OK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取得name的话 很简单 点下去啊 其实呢 你可以用挑的 如果说你这个类别不复杂的话 其实 用找的也可以啦 有的时候说真的 你要去使记那些东西记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通常建议各位可以用提示的 然后最后把它结束掉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取得什么呢 我就取得我要 不过这个地方 这边刮呼起来 OK 后刮呼 OK 把这地方的网点name 输出就姓名出来 然后呢 性别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会有一个 我取得他的true或false 然后先生或小解 那不过这里的话呢 我是用一个 判断式的 这前面我们用过这个判断 就是判断如果是true的话 那就先生 反之就小解 这个我想前面我没用过一个简单的判断式 或者你当然你可以写if else 也可以 然后这边电话部分跟address 那你秀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hr hr 我印象中好像是一个什么 一个水平线 随平线 那秀出来之后